志愿役的话 他退伍的时候 他在身份证后面注记的话 他是属于预备役的人员 包含你ROTC 包含你这个专业军官班 包含你义务役的军官 这三个部分 你在退伍的时候 都会在你的军人 在你的身份证后面 会注记你是预备役 不过现在身份证后面 已经没有注记役别了 所以也不会注记了 但是你是后备役的话 就是你是长备役的人员 你的后方会注记后备役 但是你如果是在营的时候 利用士官或军官的各阶层 转服过去长备役的人员的话 你的身份证后方 还是身份会注记为预备役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所有的退伍人员 都是预备役 除非你读过军事院校 那你就会是后备役 你就是会长备役 跟正你就会长备役 所以你的身份证记 除非你是军校毕业生 你的身份证记才会是长备役 不然所有的人员都是预备役 然后管你服役几年 你只要不是军校出来的 你在退伍过后 你的军人身份证 你的身份证上面后面注记的 就是这个长备役跟预备役的不同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 按照这个护证资料 你退伍过后 必须去办理归乡报道 那在归乡报道的时候 AB卡上面会注记你这一个人是长备役 或是预备役退伍的 那只有军事院校毕业的人员 你会被注记为长备役 其他人员全部都是预备役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点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好像是我越解释越模糊 反正就是军校毕业生他就是这个长备役 就是退伍身份注记哦 要退伍哦 因为现役的时候 有些转捕长备役的也可以叫长备役 所以是要退伍哦 所以你是要问这个吗 还是你不会 你不知道怎么问 那个其实你现在这种年纪那么年轻 你不用去担心那个 那个长备役或预备役的问题 退伍之后身份注记 你不用担心 你应该是说 现在要怎么转服长备役 这才是重点吧 对啊 因为你问退伍之后 身份注记要做什么 没有意义啊 对啊 没有意义啊 所以你应该是要问说 现在这个阶段 我要怎么转服长备役吧 这应该比较 比较有意义啊 士兵没有 士兵都叫长备役哦 士官跟军官 才会注记这个预备役 或者是长备役 士兵都是长备役啊 兵没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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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没错 我相信Ryan不是想问这个 他应该是想问如何转服长备役 这才是重点 因为退伍过后谁在乎啊 对不对 我管你帮我登记这个预备军官或是长备军官 我管我屁事 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啊 因为预备军官跟长备军官的厨艺年龄是一样的 他不会因为你是长备军官或是预备军官而有所不同 所以所有的厨艺年龄都是按照你的阶级去分辨你的厨艺年龄 不会因为你是长备役或后备役而因而改变了你的厨艺年龄 不会 所以这个应该没差吧 像我被注意预备役或长备役我也没差 对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宇你好 WFC你好 张永旭你好 大家晚上好 所以我相信这个 当然应该不是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啦 因为这个对你没什么意义啊 对我也没有意义 对大家都没有意义 所以你应该不是要问这个吧 我也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方法如何是不寓意的 因为还 לא不寓意的 因此大家可以预备 你说什么 你问溢涧 你问你个人 你不是不是